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.5%左右 居民消费价格账幅控制在3.5%左右 城镇新增就业1000万人以上 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.6%以内 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和经济发展同步 加强对增长就业物价国际收支等主要目标的统筹平衡 这里着重对两个目标加以说明 关于经济增长 我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发展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 必须恼恼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 经过认真比较反复权衡 把增长预期目标定在7.5%左右 兼顾了需要和可能 这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相纤结 有利于增强市场信心 有利于调整优化经济结构 稳增长更是为了保就业 既要满足城镇新增就业的需要 又要为农村转移劳动力 进城务工流出空间 根本上是为了增加城乡居民收入 改善人民生活 实现今年经济增长目标 有不少积极因素 但必须付出艰辛努力 关于价格水平 把居民消费价格账幅控制在3.5%左右 考虑了去年账价撬尾影响和今年新账价因素 也表明了我们意志通胀 保障民生的决心和信心 我国农业年年生产工业品总体上供大于求 粮食等物质储备充裕 进出口调节能力较强 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 具备许多有利条件 但今年推动价格上涨的因素不少 不能掉以轻心 必须做好物价调控 切实防止对群众生活造成大的影响 感谢您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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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